HELLO 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要來看KOTD5的沙漠自動比賽 這場比賽是由西托對上MBL 文明是蒙古對上薩拉森 好 那我們先來解說薩拉森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是非常特別的文明 因為它是一個市集有買賣加成的文明 但是它實際上來說 它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 所以它用起來會有點窮 所以通常玩薩拉森人 雖然它有強大的工兵對建築物 加壓人能力 可以讓你更快的打破這些房子跟牧場 去入侵對手 但是相對來說 工兵量可能會少一點 因為經濟比較差 所以出的工兵量可能會不多 它的駱駝是全遊戲裡面 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可以加10滴血之外 還可以點這個狂熱 駱駝可以加20滴 那到了後期 還可以考慮出一個奴隸病 可以康德這些遊俠 但是其實遊俠數量一大 正面硬打的情況下 你的奴隸兵沒有空 還是很有可能會被遊俠給吃光 所以我比較建議 這個薩拉森 不要去打奴隸兵會比較好 去打這個配重 頭死車跟輕頭 去打這個中頭或重頭 甚至打這個重衝 然後配上自己的工兵路線 或是駱駝路線 或是駱駝路線 都是蠻適合這個文明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古 那蒙古這個門名 是打獵速度非常快的文明 它比較適合打這個駱馬 還有這個馬功 那洛馬跟青騎兵草原騎兵 都有這個血量加成 但是要注意的事情 它這個是不含封建時代的刺頭 你要到城堡時代 它這個洛馬升到青騎兵 才有血量加成 那馬功騎兵 是25%攻速加成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有看到 這個一般的馬功 跟這個蒙古圖技 比較起來 蒙古圖技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打馬功的話 建議還是老老實實的去挖石頭 蓋一下自己的城堡 再去出這個馬功系會比較好 那當然也要記得這個 跑速啊 血量都一定要記得點 那現在蒙古會比較推薦的打法 是打這個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 城堡時代一上 那如果對方不是騎兵國的話 就可以直接出這個草原騎兵 出個幾隻 甚至配一些駱駝 做一個混搭策略 會打的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想要偷犀牛 結果偷失敗 那西托這邊很可能 想要偷MBL的犀牛 那這邊犀牛偷失敗之後 直接回去了 這有抵抗住耶 他以為他要準備偷成功 我剛剛想說奇怪是MBL在偷嗎 好像不是喔 他是在防自己的犀牛 好犀牛這邊走回去 好那西托這邊選擇放棄之後 可能要找自己的 鹿群還是民羊之類的嗎 但是民羊已經被幹走了 MBL已經把羊群往回走 所以這邊MBL羊會比較多一點喔 哇西托前期一個弄巧成佐 反正可以穩穩上去 把兩頭羊給吃完 現在直接少了兩頭羊 有點虧阿 好當然這邊很早 就直接把自己的犀牛給吃完了 所以這邊西托肉量是比較充足的 但這邊由於沒有好好實實在在趕 這個駝鳥跟鹿肉的關係喔 所以他這邊時代會大概慢個一村左右 不然他可能還可以再更早 16匹左右就可以上了 由於剛剛這邊偷犀牛被發現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沒辦法好好的趕路 只能再回去了 我覺得蒙古人打薩爾森人的話 比較偏向有 看對方出什麼兵種 因為薩爾森人本身打駱駝也不弱 如果自己打草人騎兵的話 很有可能也會被駱駝給壓制住 甚至被這個公兵壓制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階段性來說的話 棒棒開局騷擾 轉個輕騎兵 或是刺頭騷擾 然後再轉個草人騎兵 配騎士的打法會比較適合一點 當然出駱駝也是可以喔 如果對方出駱駝的話 當然是全出駱駝配一點少量的草人騎兵 會比較適當一點 但是以經濟量來說的話 蒙古可能會有點難受一點 畢竟人家薩爾森這個四級可以買賣 如果有出現到這個經濟調配情況下 可能薩爾森會有點小小優勢 在這個經濟調配上的部分 接下來看他這兩棒棒直接出去 那最近這個賽事喔 也準備要打到冠軍賽 但是我看了大部分賽事喔 還是打得蠻快的 原來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很容易就是因為一個失誤 然後就輸掉了 所以很快就結束比賽 大家看的不過癮喔 所以就沒有過 那有興趣的觀眾想要看文針版 可以歡迎去偉恩的頻道看 那些頻道也是有把這個文針版給播出來的 那我的頻道還是比較偏向有 這個賽事精華系列 因為我自己以前看比賽的時候 最討厭就是看比賽只看了十分鐘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幹 所以我就決定跳出來自己播 這就是這個頻道成立的初衷之一 那同時也是要讓自己的口語更好一點 不然之前日文講太多了 現在要好好練一下中文的口語 這一年的訓練中文 有好像明顯的改善了 比較沒有那麼多觀眾在反應我中文 發音不正常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看到兩棒棒打不到任何東西 直接對這些房屋無能狂怒 這邊先加速一下好了 那薩拉森這邊應該是 就是沒意外打這個弓兵開 然後 這裡確定會不會大爆弓兵 這邊要看一下弓兵的黃金配量 黃金配量可以配到四個 五個嗎六個 配到五個上面以上就可能是雙射箭場 這邊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薩拉森的一個選擇 這邊配到六個喔 雙射箭場沒錯 不錯喔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前期的 根據對方的一個戰術 去做一個想法 或是預判的一個方法 你只要去看對方有沒有挖到這麼多金喔 就知道對方有打什麼戰術喔 通常挖到八個人至九個人 就是要去打這個雙射箭場 然後全出弓兵不出毛病的作戰方式 那他這個打法會有個問題喔 薩拉森MBL這邊可能肉量會比較缺乏一點 所以到城堡時代可能會晚一些 那他這邊最好的方式喔 就是工兵繼續出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要對方出一些毛病或是肉馬出來反擊喔 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呢 只要讓對方出到毛病跟這個刺口的話 時代上時代溢出喔 時代上這個肉消耗太多的話 上時代就會慢了 所以這個工兵可能要盡早出去會比較好 大概六到八隻左右就可以出門了 有些可能兩隻就出門 他這邊也想要六到六隻左右 因為這機經濟不太好 所以可能還是要憋一些工兵的數量出來比較好 好這邊來到七隻數量出門喔 差不多 在這個中間值喔 好薩拉森這邊是決定再補個4級 那由於薩拉森4級很便宜喔 隨便幹沒關係 反正只要75目而已 輕鬆幹 好但這次出門有點危險 可能要直接拉走 好後面工兵來拯救一下 正面工兵還在出 好這邊殺進來 敢進去嗎 不敢 好這目前是阿森有一級射 吸退也是一級射 但沒有遠方 那目前上高地的話 NBL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高打地傷害非常高 好 很容易會被對方少打多喔 還打得贏的狀況 所以這邊可以的話 把這工兵聚集在前面這裡喔 好 看要不要直接聚集在前方 或是直接打個雙線 這一坨工兵出門 直接去打後面的墓區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直接走上高地 反擊成功 兩隻棒棒直接被收掉 哇 NBL結果直接打了一個高地 踩高地的打法 打得還蠻不錯的 那打雙射線場會有個問題喔 很容易會卡人口 所以這個再來打的時候也要注意喔 你看連這種職業選手 都會出現這種小小失誤 這就是說明喔 這個 卡人口 不是新手專利喔 是連職業選手都會發生的事情 先來看一下這個時間點 但是西托並沒有被騙喔 我們剛剛說喔 這個工兵多 要擋住的話其實很困難 但是其實西托也沒有放太多肉碼 或是毛病的生產 你看這邊 這個城堡實在生的非常早 明明有招勞出這麼多工兵喔 但是卻可以比這個薩拉森喔 早上這麼快 就知道薩拉森的經濟是非常慘烈的 又打這個雙射箭場工兵的情況會更慘 經濟來說並沒有很好 但是可以換掉一些工兵應該是可以 後面毛病繼續輸出 這邊西托換得還不錯 換掉了蠻多的工兵的血量了 這邊直接換到一村蠻賺的 首殺是由NBL拿下 在NBL我把自己家裡圍死還蠻快速的 這邊已經是在落後的快要整整兩分鐘喔 人家只剩十和勝的時候 才點下城堡賽 有點偏晚了 好 蒙古西托這邊上到城堡時代有個打法 就是直接出草原騎兵 或是騎士喔 直接再度前壓 然後迅速開下雙TC喔 3TC才對 3TC開下去喔 直接爆經濟會比較好 但這邊是選擇了 下大學的打法 那就不會開TC了 可能會直接轉這個奴兵 或是馬弓路線喔 但現在路線打馬弓的話會很危險喔 因為對面是雙分場小弓開局喔 所以打馬弓不太適合 可能還是要打個戰毛兵或配弓兵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現在的蒙古的選擇 這邊是升奴兵嗎 好像是喔 對有在升 OK 這個內建 內建關戰太久沒有用很不習慣 好 果然是打一個奴兵路線 那奴兵的好處就是成型塊 只需要升級攻防 然後還有這個彈道學 這個奴兵基本上就完成了 不像馬弓還需要點跑速跟品種 甚至拇指環之類的 的一些科技喔 才可以讓這個馬弓的CP走 打到最高 好 由於這邊時代落後的關係 被迫下了一根箭塔 那這邊應該是有看到箭塔 騙一下對方 欸我這邊要蓋箭塔喔 你卻要去勸你打別的地方 馬上取消掉 把這個石頭給還回來 那看來這邊是想要開一根TC的概念 這邊可能三個木槳會低調 往外開TC 那這邊由於矛盾跟弓兵過來喔 所以這邊還不能及時的開下TC喔 應該TC會先開在下方的部分 這裡吧 先開一個木學是不錯 或是直接開金礦區也可以 好這邊直接被射掉一村 單倒雪就是不一樣 直接被偷兩村喔 吸一托現在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喔 分數目前領先兩百分 好這裡轉出了 青頭 青頭防守 這邊要來開TC喔 還是要向方切開呢 攻兵先走出去 二級射已經補下 弩兵升級好 直接可以使用 那這邊就是薩拉神比較厲害的地方 直接突破木槍非常快速 因為他對建築有額外傷害 看一下這邊打多快 直接 噴了70幾滴 哇 想來我也沒辦法 直接被射爆 尷尬了 這裡沒有兵可以防守 MBL這邊薩拉神又是直接打出來 好 把西托的村民逼到了外面來 好這邊再射爆一個農田 那反正是自己的軍隊直接往回拉 也沒做到任何事情 正面的話也會被投車給擋下來 好看一下 MBL這邊是要打一個強軍事喔 TC可能不會開了 好 但是其實蒙古這邊也是打強軍事路線 哇這邊又殺到一村 好這邊也稍微控一下金 後面有個高地喔 對MBL來說是個好消息 有高地就是可以省 省傷害 還可以增傷 但是現在沒有彈道血的關係 所以打的有點WAF 但兩邊利用這個走位的方式 其實有彈道血還是會射歪的 好 這邊血量兩邊都在慢慢磨 嗚 這邊射得很準 彈道血就是OP 這邊誰停下來 誰就有可能會被射到 所以兩邊都很盡可能的 當對方停下來的時候才射 或是直接沒有在空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射到 但這樣射下來 長期可能會被 對MBL會不利喔 對MBL現在沒有彈道血 所以打外可能現在是比較高的 你看這個死傷術 就很明顯 有彈道血還是比較優勢一些的 好 兩邊操作秀 玩MBL的弓兵全部被吃掉 但前線已經把兔車搬到這裡來了 應該是要來直接強壓TC 或是這個靶場的部分 TC有要開嗎 這邊低木牆 可能是要來這邊開TC 果然是補了一個TC 但偏裡面一點的位置 下方沒有開 打一個偏濃 強軍士偏濃 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如果他開TC 不繼續打強軍士的話 就有個保證 就是你可以打後期的門票 那如果你一直打強軍士 不下TC的話 一直想要出兵打的話 那你連後期的門票就會沒有 很容易會被對方給壓制住 經濟會很明顯 所以這部分 我建議大家打強軍士的圖中 能開個TC 是個TC 這邊強軍士繼續打 還拉了一村 是想要過來幫忙修投資車 但應該是要被換掉了 直接插邊球 再一個預判位置 但沒有辦法預判成功 直接插邊球回血 好 那MBL這邊有點尷尬 P時間雖然換掉了一台 還算可以 1比1的戰績 但工兵現在數量不太夠 現在要打正面的話 會有點難打 好 那 工股這邊是選擇 要繼續來打沙龍 現在有彈道學 但是MBL這邊有哨戰的關係 即使有看到止损 是一隻村民 還算能接受 好 旁邊打得非常膠著 工兵國城堡賽 都是這種感覺 偏難打 好 這邊高地直接砸了一發 這邊直接撤退 沒有看到對方的村民 沒有打算就去練戰 好 那這邊有機會再回來 打一下實況區的村民 哇 你看這邊一看 又看到了 又直接拉回 好 那你家裡的工兵騎士 已經開始慢慢堆疊起來 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射贏了 現在十隻打十隻 那正面沒有繼續強攻 是害怕對方的爆 突然爆騎士打過來 是有可能的 但現在的情況不太可能 哇 這邊換 換得不錯 吸托並沒有換到投資車 這邊再拖個一發 有機會 哇 直接收掉 這邊有囉 這裡也沒空到 現在又是變成一筆 上方這邊工兵互換 但是就會發現人家吸托有高地優勢 直接把血量打出來了 血 血量打出來 好 工兵這邊數量三隻 應該是要收光 正面MBL會怎麼打呢 繼續前線BK嗎 還是投車外送就好 從家裡產投車 走前線 那如果這樣打的話 可能要下個修道院會比較好 現在修道院的話 使用的效果還不錯 可以去前面招騎士 草原騎兵之類的單位 撿生物也可以 好 那吸托把TC 開在野外的野精 家裡的石頭 反正是沒有蓋TC 還有這邊 這邊是有蓋的 還可以接受 好 這邊直接圍了一堆房子 想來立即阻擋對手的騷擾 哇 這邊直接射掉一村 還不錯 好 正面 工兵被解掉之後 薩拉森會怎麼打呢 那目前看起來 經濟兩邊都不分上下 其實差距有點近 但吸托是稍微有點落後 因為先開TC 也是NBL 工兵這邊數量 直接拉到了15隻 好 頭車這邊蓋出來 繼續防守 應該是有看到這裡 OK 這邊直接收村 一村都沒掉 頭車要預判一下位置嗎 偷拍 沒預判 直接讓他自動開炮 所以直接打了個空虛 好 但裡面的工兵走進來 頭車看到 這邊要B陣反擊嗎 看來是要B陣反擊了 先射這個頭車會比較好 OK 這邊再B陣 村民以後過來修嗎 沒有來修 直接損失大量工兵 因為這5隻工兵直接在輸出 哇 這邊有點快 MBL 這邊的交換並不太划算 好 下方圖車 這邊砸了一下 砸爆了一台頭車 後面來修一下村民 可以嗎 來得及時修理啊 OK 頭車繼續修 兩邊的頭車血量直接被拉了回來 稀疏有點難受 直接選擇撤退 不繼續練戰 在這邊偷了一個村民 上方工兵數量開始變少 MBL要繼續打工兵 那MBL這邊打得蠻不錯的 3TC運轉之外 工兵也沒斷 也沒有補第3個射箭場 算是打一個偏保守的 一個龍法 沒有下第3個第4個射箭場 好處就是可以讓自己 經濟過得更好一點 可以提早上到這個地龍死蛋 那你下到4到5個 不要說5個 3到4個射箭場 你很有可能就 要打到4、50分才有可能 上到地龍死蛋 那這樣打得好處 就是可以即時地上到地龍死蛋 不會拖太久 那MBL這邊是選擇 找到一發大碗的 這個血量有點慘 哎呀又找到了 好 MBL這邊可能要找個機會去挖石 趕快把TC蓋一下 這邊平地蓋個城堡也不錯 那MBL這邊手法算是比較明確一點 上下都有兵在防守 好這邊直接想要拆一棟城堡 想要把這個野精給端掉 還有這個TC 這邊稍微微一下會比較好 但直接佔你右邊蓋一棟城堡 距離相當近 然後蓋城堡的距離非常的接近 後面的弓兵人出來 第一時間拆掉對方的村民嗎 這邊稍微村民被拉掉一下 好這邊莎莎莎應該可以第一時間 把這個城堡給蓋好 這邊要直接放棄了 後面有弓兵在射死 實在太傷 哇這邊道德堡 而且後面的台衝車已經在輸出了 這跟城堡可能也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 應該很快就要被拆除掉 好感覺現在是MBL非常的優勢 其實說感覺還不錯 這邊至少可以換掉兩台投資車還可以 但這個TC被搞掉還是一棟城堡 蓋不起來有點難受啊 雖然正面兵力看起來是穩穩的 吃掉了MBL的阻力 但是他現在擁有非常好的經濟 現在直接靠一個買賣 直接上到地獄斯大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可能要再按個地獄斯大 OK 靠一個買賣上去了 好那西托這邊經濟直接爆開 但也是很順利的點下地獄斯大 經濟霸山村對上 應該是MBL優勢喔 101村 果然經濟落後非常多 所以這邊農田跟驚慌處TC也被弄爆 更虧了一點 這邊抓到MBL的投車 不錯 好 攻兵直接試射 好 射掉兩村 那經濟又再度拉開 攻兵就去打 好 西托這邊升級好了 到了地獄斯大 這邊該怎麼反擊呢 後面的毛兵也走過來 稍微加速一下 好 但這邊劍塔直接立一根 但可能會有點來不及力 就是來多一點蓋 OK 好 上方投車砸一下 直接驅趕了砸手村民 好 上到地獄斯大 直接升級中型投石機的射 哇 直接打中頭 殺身中頭好像有點強 那蒙古這邊繼續打工兵 感覺會越打越劣勢啊 因為畢竟自己的工兵沒有攻速加成 還是要趕快去挖 石頭會比較好 但石頭現在會被控的關係喔 只能蓋在後方 這個城堡位置顯得有點小小尷尬 好 別別囉 這邊慢慢把自己的經濟往外擴 那三爬山的騎士是不能升級的 他這邊按了一隻騎士 不太確定是要幹嘛 可能是要拿來打戰毛兵用的 好 這邊殺身 防守非常OK 蒙古一看到城堡可能還是要撤退 這邊贏打不是什麼好結果 我還拿他一種進去欸 嚇死我 想像這樣太狠了 無視城堡了 絕對會洗流成河的 好 這邊衝車血量有點殘 要稍微修一下再繼續衝進去撞巨頭嗎 好 結果這邊用城堡立起來之後 也沒有村民在修理 好 殺身這邊 看到眼裡投車砸一發 直接閃掉 再投一下 嗚 還是打到一些單位 最後一發 沒有預判位置 看起來是有點小虧的 這個投資車 好 衝車直接被打 唉唷 好 投資車繼續往前 公兵 數量來到12隻 並不是很多 但這邊看起來是要繼續打公兵強奴的樣子 但強奴一直沒有點 反正是先補下母子環森女 好 但是殺身有這個配重 應該是重配嗎 看一下這個能力叫做 配重沒錯 配重打蒙古確實有點有料 但是蒙古這裡沒有打自己的蒙古突擊 所以打這些投資車其實有點難受 如果他打蒙古突擊的話 他的蒙古突擊對工程器有外傷害 可以很快就可以收拾掉這些投資車 雖然也是會有風險 可能會被投資車給砸爆這些馬功 但比起現在這個樣子好很多 因為毛兵打投資車有點難解 但蒙古又沒有救術思想可以使用 印象都是沒有 所以他這樣對抗工程器會很難打 對啊 他沒有 變神聖思想也沒有 這個蒙古的生旅科技真是偏懶 這邊要打只能靠洛馬或草原騎兵 當然洛馬跟草原騎兵又會被喬弩給射爆 嗚 這個隕石樹砸得非常舒服 找到這一坨兵直接殘血 好 這邊金礦區拿回來 這邊有嘗試想要繼續做進攻嗎 好 薩爾神這邊強龍繼續出 這邊還點下了銀罐 再來增加駱駱駱的血量 最後還是要打駱駱嗎 好 像駱駱駱的血量是130滴血 增加平斗之後是150滴 再加上自己的銀罐 就會變到170滴血 非常坦 5170血量 好 那現在如果蒙古出清奇兵的話 完全被打壓 不管對上強弩還是駱駱 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這些投資車又變得更難受了 好 駱駱駱這邊砸 唉唷 看砸到 好 這邊薩爾神 駱駱駱持續壓制 強弩補下 但這個時候 補強弩可能會有點為死一晚的感覺 投車都已經到正面砸一發 直接砸掉了3隻清奇兵 直接打出了GG 沒想到薩爾神這樣打其實蠻給力的 雖然要需要大量黃金跟一般金屬經濟 這個經濟不好絕對不肯這樣打 看一下這個經濟大概差了多少 村民差了大概快30隻 馬步這邊經濟真的太慘了 很容易跟我們上對手 雖然薩爾神也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由MBL全勝 什麼資源都贏啊 經濟屌壓 黃金數也是 我想說奇怪它黃金怎麼那麼多 哇 它是真的很多黃金 也有可能是靠買賣之類的 也不確定 目前看起來薩爾神 在單挑來說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只是打起來要注意一點 就是沒有騎士這個方面而已 還有這個經濟不太好 基本上薩爾神的話 也是一個不錯玩的文明 對付馬國的話 路頭血量又多 而且還有槍弩可以打 重頭跟重衝也可以使用 那蒙古這邊反而是沒有打蒙古圖計畫 真的是完全扛不起喔 對面這種打法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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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